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地义里面的内受是根本地义 根本地义就是无见 什么叫无见底下有五个 屈果无见地义 受无见断 食无见断 命无见断 行无见断 地义的苦 我们在这里描述一下 无见断 那个口是没有见断的 我们今天我说我头痛啊 难过 我吃个中药或者是打个针 欸 头痛好啦 我今天呢我肚子痛啊 我痛得不得了很痛苦啊 欸 我打个紧急的针啊 止痛啊 停一下啦 对不对啊 地义不能让你这样子 地义不可能让你这样子的 地义就是你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屈果无见 就是人死后马上下地义 趋向这个痛苦的果报 没有见断 一下子马上进入地义 譬如说他一生一世不孝顺父母 不听师父的话 叛逆 一天到晚就跟师父吵架 这个就逆罪啊 逆罪啊 顶撞啊 逆罪啊 师父教导他 他一天到晚他就不听话 后游完 然后呢 毁谤造口业 也就不听指导 这个就是叛逆 叛逆 不笑父母 有的甚至打父母 这个也是逆罪 下犯上你为逆啊 晚辈啊 顶撞上辈啊 这个就是逆罪啊 这个罪很重啊 再来就是杀人的放火呢 杀人放火 发动战争啊 啊 就像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希特勒 发动那个要塞 要塞啊 这个战争 要塞啊 这要塞战争呢 举大兵一百万进攻 而结果被这个苏联啊 知道了 堵住了 反而打回来 那死了 那一阵子 一打死了九万大军 得恶之战啊 这一仗 打得希特勒 召架不住啊 召架不住啊 发动战争的这个恶魔 希特勒啊 希特勒 只有一个口号 他的战争艺术 只有一个口号 Attack Attack是什么 啊 什么 Attack 他的 他的口号就是这个 Attack 就是攻击 他那个人没有防守的 Attack 就是攻击 德国就是主动攻击 打到后来的 就倒了 所以整个德国就是被希特勒脱化的 整个德国 那时候德国很多人早就要疏战了 可以养精蓄略啊 养养德国的元气人 不 到希特勒 那那个大元帅的前面 元首的前面 没有用啊 人家再怎么样建议他都没有用 人家建议他他就吵架 人家建议他他就吵架 谁被这个德国的大军一打 打得落花流水 人家一个这个 机密没有保持好啊 没有保持好啊 结果只能知道这个机密呢 他用两千架的这个飞机 三千多架的坦克车 百万大机一直打 结果一打 空城没有人 因为人家就知道了 人家早就知道他要进攻了 结果一打 打到这个一半 进入这个人家的虎穴 俄国整个包围 用三四千架的飞机 就打回去 打了那个德国啊 完全没有招架的余力 从此以后 德国的元气大伤啊 导致德国的崩溃 所以说 发动战争的人呢 支持俄国 那你说这个 这个希特里亚造成什么国报 趋果无间 趋果无间 趋向这个第一 马上就受国报 没有任何的时间 间断 受无间 受无间 就是受苦啊 受这个痛苦的 受苦啊 没有间断 什么就是受苦无间呢 比如说 比如说 这里啊 在抽层 那边呢 在钉钉子 那边是刀伤 他通通要受 他通通要受苦啊 受苦啊 受这个苦啊 没有间断 时间 就从无量节来 一直受这个苦 没有办法间断 命无间 这个生命啊 没有办法停止 如果说把他钉死了 旁边的鬼族啊 就会讲 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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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死了 他就马上又又活过来了 或者是夜风一吹 在地义里面啊 夜风一吹 哎 又来了 又受苦了 所以在地义里面 那个就是 拾了 因为就是解脱 在地义里面呢 那叫万寿无疆 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万寿无疆 所以这个命无间啊 生命啊 没有办法间断 行无间 那这是最痛苦的 什么叫行无间呢 这个在挖心啊 那个在钉钉子啊 那个是刀山啊 建树啊 在他的意识的观念里面 统统有他的身体在 我们呢 人间是说 我这里 手啊 拒断了 是我在痛啊 你不会痛啊 对不对 在地义不是啊 在地 所有在地里痛苦的 他统统要受 就是行无间 在地啊 只要抽长坡度 同一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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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痛苦 他统统要受 那这个这个难了 然后说 那被砍头 你的头也变成要砍了 反正你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啊 今天我们能够修习到佛法 是难能可贵 是千载难逢 常识必义苦啊 精进勇猛念啊 精进勇猛念什么念佛啊 这荫光导师讲的 常识必义苦 常常要想到这个地的痛苦啊 我们现在多留一点汉拜佛 我们现在多留一点啊 这个这个 这个体力啊 用一点体力 拜佛 可以灭无量意见的罪啊 不要等到在地义里面受苦啊 叫天天不应啊 叫地地不灵啊 那没有办法 如果你们不相信 我也没有办法 第一也是佛讲的啊 不是我讲的 第一是佛陀讲的 是圣人讲的 你不相信也可以啊 You cannot believe 你啊 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相信 你不得不相信 所以说 虚果无间 瘦无间 死无间 命无间 形体无间 瘦短者一万岁 此间三千七百一日为一日记 三千七百一年 是地里面的一天啊 哇 这不得了啊 那么这样就三千七百一年 我们假设说 三七五零啦 三千七百五十啦 乘以三百六十五 就是一年啊 乘以一万两千岁 清算得到 一六四二五 乘以十的六十八 三七五零 乘以三百六十五 乘以一二零零零 一万两千岁 一万两千岁 就是一六四二五 零零零零零零 六个零 心酸得到 心酸得到 天才啊 有些都要超大一点 寿命短的是一万岁 那寿命长的呢 那你说呢 你不要下地 则已啊 人家所以讲的 万劫不复啊 这个就是佛经的名词啊 万劫不复啊 诶 平常下地的原因 我告诉你 在三宝里面 下地的原因 我讲你要注意 几个原因很容易犯的 第一个 造口业 纷乱生团 就是使这个出家人 斗争 不讲好话 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 在这里出家 导弹 分裂 啊 不听主持的话 弄的这个整个生团里面的 四分五裂的 后来就撕杀 这一定下地的 第一点 第二 偷盗藏住 来这里偷拿东西回家 那一定下地的 这个逃不掉的 啊 不过一般可以用的 比如说水啦 卫生纸啦 啊 店啦 书籍赠送的啦 这个都没有关系 洗衣粉啦 或者我们煮好的饭 你可以吃啦 师傅答应的东西 你可以拿走了 这个都不犯 知道吗 不犯是吧 所以说啊 这个很容易犯的 就是这样子 就这两条 口业 再来 就是盗 偷盗 在寺庙里 你不可能去杀人了 你会来寺庙杀人啊 也不可能犯邪影啊 你来寺庙办这个东西啊 办这个事情啊 你可能办这种 你敢办这种事情吗 你敢吗 you dare dare you 嗯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说 道跟妄语 是寺庙里面 最可能犯道的介力 就是通道跟寺 跟这个妄语 那喝酒也会的 你来寺庙喝酒还是不好 我喝酒的罪轻 所有的介力里面 喝酒的罪比较轻 那 大家要记住啊 这是根本无间地义 你 你 感谢观看